186 《太陽報》 分工精細四組人案三部就行事 2015年7月11日港民A01本報信 近年內地電話騙徒的手法曾出不同 由猜猜我是誰 網絡中獎到今時今日的無充公 公安、檢、檢察院、法、法院 凍結洗黑錢等演變出的騙術劇本 以令港人頻頻中指要 廣東省公安廳根據早前破獲的跨境電話詐騙集團 破解了他們的組織架構和犯案流程 揭發每中片案起碼要食分工精細的四組騙徒 並通過三大步驟 且橫橫雙扣菜能完成 因此市民非常容易上當 呼籲市民無論身陷如何真實的故事情節 都要保持警惕和冷靜 軟硬兼施套了一個電話詐騙集團 通常有中間商負責搜集市民的銀行卡 電話號碼和個人資料等 然後交給話務組、系統商和收款組去完成 其中話務組分成三線人手 分別扮演不同機構 首先 中間商在網上收購身份證號碼等其他詳細資料 賣級詐騙集團 第二步 遊系統商提高技術支援 前線電腦人員利用改號軟件把主叫號改成相關部門的電話 最後通過網絡電話群接播接受害人手機 例如把主叫號碼改成快遞公司客戶服務熱線和公安電話進行詐騙 事主接到電話後看語音提示回撥 電話立即接通到華務組一線人員 根據劇本方稱事主郵件有問題 須公安證明其清白 一線即將電話轉到二線 二線人員再用改號軟件無充公安機關電話講出查案劇本 若受害人不信 接呼與二線再將電話轉到三線 三線人員再用其他劇本威嚇事主 繼而套取事主資料 入侵其電腦直接轉款 或者直接要求回錢 調查人員認為第二部的行片內容有諸多變化 最值得市民警惕 無論劇本多可怕 都不要上當 第三部 集片集團的提款組 會將受害人轉來的錢轉走 通常會轉到事前準備的多張銀行卡 中間會涉及數十及上百個戶口 可能在境外提取現金 然後再分葬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